如果肉的很多我們就不用切肉 它如果已經都被肉埋住了 然後我們就要把肉稍微剝開一下 切開嘛對不對 我都會說剝開 聽起來比較不可怕 但它就是切開 這個傷口跟你的那個 致齒的把它牙齒的傷口比起來 真的是小太多了 才一公分不到 稍微把它剝開 你就看到這個牙齒 旁邊這邊就是有一些骨頭會看到 這個牙齒你看它長什麼樣子 什麼方向 往前的 對 所以你要把它拔起來的時候 你就撞到它 先把頭切掉 對 對 幹嘛 很聰明耶 所以你不覺得 還是我當牙醫可以看嗎 可以啊 這邊有切肉 所以 我們的治療其實都非常平易近人 就這麼簡單的事情 只是大家平常都看不到我們在幹嘛 所以才會覺得很害怕 對 未知是最恐怖的 我們剛剛不是有講到神經嗎 這個在這 它會埋在骨頭裡面 所以你要想這個牙齒 它腳 但是你用想像的 伸進去會不會碰到這個神經 為什麼醫生可以當醫生 就是他還需要更多的一些知識 知道你哪裡有神經 哪裡有血管 不然法治癡就像把芒果 那現在這個洞太小了 所以我們的策略就是 把牙齒切的碎碎的 一塊一塊拿出來 才不會傷害到前面這一顆 對 這一定不能磨到 那偶爾磨到一點 骨頭是還可以 因為骨頭可以再生 好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要把它 用這個 鑽 鑽這叫什麼 鑽的機器 鑽一下 鑽的機器 就要把它切開 那你想要怎麼切 我也想要這樣子切 但是你如果這樣切下去 下面就是一個三角形 就是上小下大 它就會卡住又出不來 這樣子切 這樣子切 這樣切下去啊 就會變成上寬下窄 這樣才出得來 哦 東西你要出來是不是大的部分先出來 然後小的就會跟得出來 對 但如果上面頭小小 然後裡面很大 那就會拿不出來啊 這樣子 然後這樣切 欸這怎麼利啊 這怎麼利啊 我剛剛以為 我剛剛以為它沒有很利欸 因為我們牙齒超硬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 用一個很利的東西 然後剛剛把牙齒切了 但是我沒有辦法切到底 因為通常牙齒都很大顆 對 所以我們就是只能切個大概 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OK 然後呢 這時候我就跟病人說 可能會有裂開的聲音 然後不要嚇到 得到一個縫隙有沒有 然後我們就去找到它 然後把它 這樣 哇 聽到嗎 就是這個聲音 好脆喔 但病人在嘴邊大概就是 一聲 所以這樣牙罐就起來了 然後我們就把它吊起來 就是怎樣這樣弄起來 這樣 可以嗎 可以 牙齒的頭 咬完面就在這 要把牙根挖出來 像剛剛要挖芒果子一樣 現在想像它就是這個 這個方向 那就要插到它跟骨頭 中間這個縫縫 然後就把它弄出來 OK 麻煩你了 旁邊骨頭有時候擋住我們太多 也可以把它修掉 大概就是想像 對 你弄到隔壁的牙齒了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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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拿特寫我根本沒用到 好不好 很緊繃 好要把它弄出來 哇它真的想來回這樣 一般的手可以幫你弄 一般我們會用一些器械 好這樣 可嗎 或者這時候可以用一些夾子 你這樣子後面骨頭犧牲太多了 後面骨頭 我的天 病人一歲二歲 我們是這樣子再來一點點 對 這樣子 一般這邊會有個東西撐著吧 看哪裡卡住不過哪裡啊 就這樣而已啊 所以把自己就是一個東西卡到縫縫裡面 卡到衣櫥縫縫裡面 然後就把它弄出來 OK 出來了 好有時候它就會夾在一些骨頭在旁邊 骨頭 上二比較會有骨頭 好大 你去哪裡 買什麼 我剛剛花那麼久 我跟你講這個比例很貼切 有時候我就是會拿出來的 就是跟一開始那個頭就很不成比 扭在嘴巴裡面沒有真的 那麼容易整顆出來 你都要帶錢 對 而且你看這邊就會有一個很大的洞 這邊 這就是傷口 如果你的傷口會腫 會痛最嚴重 大概就是前面兩天三天 通常一個禮拜就會初步癒合 你就可以回來採線 但你要等裡面這個骨頭啊 把這個洞鋪平 張慢 大概要一個月以上兩個月 它可能還是會卡絲 那都沒有關係 就可以正常的漱口 正常的生活 有時候我們在弄的時候 可能會弄到前面這個牙齒 可能咬起來會很痛啊 或者會痠會敏感 因為牙齒原本擋在這邊嘛 現在這邊突然很空了 那你喝冷水什麼的 就會碰到前面這個牙齒的牙根 對就會酸酸的 有可能 縫合來 就是原本的肉 就把它鋪回來 用個針線把它縫起來 縫也不痛 縫完全不會痛 拆線也是咬咬的一下而已 我覺得你有縫 可以讓傷口更穩定 然後裡面的血塊 因為你剛剛這樣拔起來 就一直流血嘛 那流血它就會填滿這個洞 然後就會凝結成血塊 那血塊在那邊其實是幫助傷口癒合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漱口 或是用吸管 就有機會把那東西弄出來 萬一弄出來就會有乾性齒操煙 就會超痛 所以千萬要小心 那真的不能用吸管喔 術後要注意的事情就是 因為你嘴巴有傷口 所以不要吃太燙太辣刺激的東西 然後用力的動作不要做 像漱口 或是吐東西 吐痰吐口水 或是用吸管這樣 抓牙你可以刷到前面這個就好 或是這個你不敢刷也沒關係 我主要是覺得以大家的感覺舒適為主 那如果你希望可以消毒 可以用含的 含漱口水 它可以殺菌 然後我覺得用刷牙清潔還是最重要啦 不是一定要用漱口水的 其實八字齒就是像八地瓜一樣 還是有很多問題想問我們的老師 八字齒到底會有什麼樣的風險 剛剛把它下餓致詞的時候我們就講到下餓神經嘛 叫做下齒朝神經 上餓的時候就會有一個叫 上齒朝神經 不是 會有鼻竇腔 喔鼻竇腔喔 對 這一顆地瓜就是代表上餓的牙齒 所以這是牙根 OK 然後這是牙齒頭 牙齒從這邊伸出來 整個口腔就在這裡 所以它是空的對不對 對 然後中間這一片就是骨頭 骨頭裡面就種了很多牙齒 一整排的牙齒 然後其中有一個就是這個字齒 然後上面這個空間呢 就是上二痘 上二痘就是會跟鼻子黏在一起的 這很像什麼呢 很像這邊是一樓 這邊是空的 上二痘也是空的 所以一樓跟二樓 中間有不是這個天花板跟地板嗎 對 那你這時候去拔這個牙齒 牙齒你拔下來的時候 它可能就會穿空 兩個地方就會相通 叫做口痘相通 如果你的這個天花板很厚的話 就不會 因為還有一整塊骨頭擋住嘛 但像這個人就是骨頭只有這麼薄 只有這樣子 然後它就露了一點點出來 這邊當然還是會一層黏膜啦 所以不是說拔掉就一定會破掉 如果X外面上面看起來這樣的話 我們就會希望回去的時候 要盡量不可以打噴嚏跟洗鼻涕 也太難了吧 打噴嚏是一個反射 所以如果你要打噴嚏的話 你就是要鼻子跟嘴巴要張開 不可以捏著或捂著 要亂噴 這樣壓力才會宣洩出去 你如果兩個空間有壓力差 可能就會 或是 或是 你說如果有口痘相通的話 打噴嚏要張嘴 就是你只要拔完這個 致詞之後 我們就希望你要很小心的打噴嚏 因為它有沒有通了我們不知道 但我們就要降低它通了的機會 有時候它可能剩一點點 然後還沒有破 然後你一個打噴嚏就破了 破了會怎麼樣 你嘴巴裡面有很多細菌 跟食物什麼 就會跑上去 它有機會就跑到鼻洞 可能就會變成鼻舵鹽啊 所以就這樣 不是 不是 就是亂噴就好了 你不用捏著鼻子也不要霧著嘴巴 那就自然就會打開了 不是它嘴巴特別長得開 不是我剛剛那麼誇張的方式喔 然後不管拔什麼致詞啊 就是照顧傷口就是 不應該吸或是吐 或是用力漱口 這些都行 啊用吸管也不行 因為會有壓力 對 那就怕血塊會怎麼被帶出來 好你幫我拔這個牙齒 把它拔下來 你的手不能伸到鼻洞裡面 你知道嗎 你的手只能在口腔工作 好 轉一轉 所以很簡單 因為上面的骨頭通常都比較鬆 有空間有彈性 比起下額 所以大家會擔心的 通常都是下額的主生子 上額拔牙齒都很容易 幹嘛啦 賣地瓜喔 像這個牙根比較好拔 就是因為它是 一根的牙根嘛 對不對 就比較聚合 我做好了一個上額致詞 這是牙齒的頭 OK 上額致詞通常會有三個牙根 就是這三根 OK 然後因為它變異很多 我們如果這樣的話比較像 就是 上額牙齒就是往下長的 然後三個牙根呢 有很多種邊 像第一個 它就是收在一起的 這樣就會很好拔 有些人它就會三隻 這樣也還可以接受 有些人它會這樣走 這樣會有倒口 它這樣就等於要切成這樣 有的時候我們就會直接拔起來 它就會斷在這邊 然後我們就要另外一個板子挑出來 或是它就要轉一個方向出來 因為你不會知道 它裡面到底長什麼形狀 我們頂多會看X光就是平面的 所以我們都要去試探 然後看這牙齒 光那個哪個方向出來 會比較鬆 沒有阻力 上面通常我們不會切 因為骨頭比較鬆 所以我們可以把旁邊骨頭 被我們壓到比較扁 騰出比較多空間 就可以拿出來 喔 原來如此 所以上二跟下二是不一樣的 有些人它就只有上二的牙齒 我說 欸這上二的牙齒很好拔 你會要拔一拔 然後說我不要 我聽誰說好像很腫很可怕 那就是下二才會腫 而且有些人它拔完不會腫 就是真的是看體質的 然後我們也可以開消腫的藥 如果你真的拔牙齒會腫 那就腫一次也還好 就會腫了兩三天 反正好像 現在不要戴口罩都看不出來 欸對 我跟你講要拔就趁現在 或是你要做任何手術 就趁現在 所以呢最後 還是鼓勵大家可以去拔 先去檢查 然後聽醫師專業意見 然後我覺得 就算會痛好了 就是只有打麻藥那一針 是比較不舒服的 後續我覺得都是可以接受 可以控制的 剛剛聽到那個重點 你說那一針會痛嗎 就是會有入針的微痛 昨天把一個小女孩 她就說很害怕 我就很冷靜的跟她講說 你知道面對 那你不要補牙齒 然後她是要補牙齒的 然後她就說要補 就打就打下去 她就說比抽血還要不痛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的恐懼都是你自己去猜測 去堆疊出來的 但其實你要試過才知道 其實我們真抄襲 我可以說 怎樣來 我自己打我自己麻藥 你自己打自己 你是自己拔自己的致詞嗎 但是我致詞很硬 所以我還是請別人幫忙 你自己拔自己致詞 你看這個 啊 對啊還好啦 我覺得我自己都可以自己下手 鼓勵大家去檢查 然後勇敢面對 再怎麼多就是四顆致詞而已 你覺得很美嗎 欸 你刻得很漂亮欸 大一的時候 然後就要刻石膏跟刻藍 然後刻成牙齒的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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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刻成牙齒的形狀